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收看我们狂衣秀的节目 哇今天真是重磅初级 为什么讲重磅初级呢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一个 非常非常让大家惊艳的地方 首先呢 我们就有一杯咖啡啊 叫做一杯咖啡香醇香 唱谈医疗天下事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现在我们就举手来欢迎 欧运权 欧运权 大家鼓掌 那 讲到欧运权欧运权呢 我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因为欧院长跟我认识超过30年 是我一个最要好的同学 那么他的成就 就是在我之上上上上上 我这个已经是养之米尖望之米糕 他的技术 他在泌尿外科全球的技术 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第一把交易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为了就是要跟欧院前欧院长 探讨一些泌尿外科 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病人 能够很完满的完成你的疾病的治疗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题目呢 定为在座叫做 全世界泌尿外科手术的大师 欧院权欧院长 你的外科医师的成长历程 所以我想说一个医生 从入学校开始 当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那么住院医师实习 住院医师再到主治医师再到教授 副院长 这个历程是非常的艰苦 以及艰辛的 那么欧院长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这个技术上 这么高超的领域当中 这么多人认识你 也这么多的病患 接受你的治疗 我想能不能谈谈你从这种一个小医生 变成一个明星的医生 中间的历程 你怎么去形容他的干苦 你怎么去走过来 跟各位观众我们稍微做个分享 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张嘉宁主持人 我的好同学 那我想这个 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应该是类似啊 我们外科医生的成熟是比较慢的 就要经过这个实习大夫 大概两年 住院医师大概五年 过来是总医师 那庄科医师 那对我来讲 我是民国七十五年 在国防医学院毕业 对我们都民国七十五年毕业了 毕业以后就在台中总服务 那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在 民国八十六年的时候 有出国进修 进修后来就回国 回国以后 我的一些专场就是 专门在做泌尿肿瘤 像肾脏癌啊 还有膀胱癌啊 还有社会腺癌啊 还有一些肾上腺的肿瘤啊 还有一些泌尿道 上皮癌各式各样的肿瘤 这都是欧院长的专场 那我比较幸运的话就是说 在2005年的时候 刚好有这个机械手臂 引进到我们医院 那我就是2005年开始 接受这样的训练 2005年到现在已经有 16年 所以欧院长的技术 已经16年就可以达到一个 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我我的老师 就在2005年的时候叫做 Dr.Pater 他是一个印度籍的美国医师 那他那时候 开始做这个达文西技的手臂 那我去跟他学了以后我就发现 这个绝对是以后未来的趋势 到美国去学了吗 对 因为当时我们做 我受限癌根除树 用传统开刀 最快要大概四三四个小时 流血大概是三五百cc是常见的 那非常的严重 负重很大 所以大概就是开一台刀下来 就是已经蛮累的 很难得一天可以开两台刀 但是我那天看Dr.Pater 他一台刀 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哇就差这么多 对 而且大概早上 大概九点四点开始开 大概五点钟就已经开完三台刀 而且手术非常的精准 流血量很少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以后 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当时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因为有蛮多泌尿肿瘤的病人 所以我就专注在这一块 第一年因为是2005年 我们12月开始开刀 所以那一年的手术量 应该很难计算了 就很少 大概只有八台 第二年就是28台 第三年的时候 应该算是说第一年28台 应该是整年嘛 就2006 2007就84台 那第三年就128台 那我现在每年的话 可以接近300台的 这个导演器肌肉手臂手术 300台是一个很惊严的数量 我看台湾要超越过欧院长在密纳外科开刀的这种成绩是很少见的 那现在我再打个岔就是说 您最专注就是所谓的色物线来 那有没有什么让观众看一下 今天我看有个模型 瘦线是长这个样子 那机械跟怎么开刀 它有什么 大家解释一下 用这个模型是比较清楚一点 对 我跟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这模型 这个前面是膀胱 下面是我们叫瘦线或前列线 这是前面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骨头会挡在这个地方 我们叫尺骨挡住 所以以前传统要开这色物线很难 你看在这里 它被这个挡住 我记得是要从尿道进去 从前面 从前面 要把膀胱要剥起来 要开这里 所以是要比较深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机械手臂 机械手臂的话 这个是所谓达文锡的机械手臂 对 它可以在这 可以看到达文锡机械手臂长这个样子 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膀胱拨下以后在这个 色物线跟膀胱的交界地方 还有色物线周围 那我们现在开到一个方式 从后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后面是长成这样子 从后面下面 对 我们从这样子 所以我如果以搭的方向就是 我从这边开的话 这个是输筋管 这除筋 这是前列线 所以我们会从后面进去以后 我先把这个地方先分离 分离以后可以 那等一下 你的入口是要从屁股那边 不是 从那个腹部枪进去 枪进去以后 腹枪从这边拉进去 我这样看 你是从前面开吗 我可以 从前面开 这样进去以后 给大家看 我是从后面这边可以开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进去以后 我可以先找到这个输筋管 除筋囊 所以它还是从前面进来 然后往后 往后 approach就是了 就是从这个膀胱跟直肠 直肠大概在这位置 膀胱直肠子宫的凹陷这边进去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多的神经血管 还有我们这个输尿管 输筋管很重要的 对 这个是输筋管 除筋囊 还有旁边这是输尿管 所以很重要的器官 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 避过那个重要器官 对 而且这边的是神经的主干啊 血流是 这个地方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我开刀的话 我从前面进去以后 先把这个重要器官 先分离出来 分离出来以后 完了以后 我再往前面 这往前面大家看一下 前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面以后 我再去把膀胱 跟这个膀胱 跟瘦腺交接的地方切开 再从两边拨 再把瘦腺整个游离出来以后 这边是尿道 膀胱再 整个瘦腺拿掉 膀胱念尿袋再做稳 所以这是两个步骤 那传统的进来 为什么会伤害到我们神经 跟这个泌尿 或是什么生殖系统 为什么会这样子 跟你这个差别在哪里 他传统是怎么进来的 传统其实 开刀最主要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虽然看似这样子 前面骨头挡住 所以开这个刀的时候是 瘦腺在比较深 而且很窄的位置 他的神经血管 我们很难去给他做一个保留 而且你需要电烧 所以传统没有办法从下面这边先分开 没有办法 他直接这样 所以他就盲目的会碰到这个 比较危险的区域就是了 而且他没有放大 我们用机械手臂才要放大十倍 十倍以上 而且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我想这也不是秘密 我们会给他降温 手术中我们给他降温 那我们就是 另外就是我们会打那个 我们叫做咸饮剂 就是寻血率 我可以看到 所以今天欧院长把这个 看门的技术 people都公助于世 我们把那些神经 血管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了解 而且我还有一些方法就是 把这个开刀最主要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精髓 就是解剖血构造 我可以把 射护腺前面的 跟膀胱交的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他这没有划出来 叫做膀胱跟射护腺的韧带 把他保留 这保留那有什么好处呢 那以后进尿比较快 所以 就不会尿失尽 对 不仅不会尿失尽 而且很快就恢复 所以他这开刀最主要就是 我们是看三 三个一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 他的性功能 第二个是进尿 第三才是癌症保留 这两个功能还比较重要 因为你如果把癌症拿掉 其实你又会漏尿 性功能又丧失 那你开得到干嘛 对 那关注不要开算了 尤其是这个进尿 我们如果把 膀胱跟 射护腺前面的韧带保留 把旁边的神经血管保留 病人几乎有些病人 大概一两天 一两个礼拜 就不需要包认 这么快 对对 最快的病人 有些病人 我就跟病人讲说 还是要准备一些尿部 以备桌开完到漏尿 但是有些病人 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他就准备尿部 就去包便当 保温 保温 因为尿部还可以保温 所以他就 尿部没有用到 大概有些病人 是不用到尿部吃的 那传统的就是 一定要把韧带打破就是了 传统 传统没有办法 不保留韧带 甚至用肌的手臂 大部分的医生也不保留韧带 就是我们欧院长独门的技术 可以做到这么一点点 那这个独门技术 跟我们进到 我们这个医院 进到第四代的这种 仪器的先进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只有第四代 他能够打这个叫做ICG 我们叫循血绿 他打进去也是绿色的染料 他可以看到神经的血管 血流的分布 所以你可以避过这个用染料 而且可以放大 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机器 配合技术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光有技术 没有机器也是突然 那你机器再好 没有像欧院长 这么样的一个独门技术 开也是开不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受用很多 因为虽然我是个内科医师 但是外科我们没有经历很多 但是欧院长这么一讲 我就了解 这个达文西的机器手臂 每个一般传统的 我们以前在三军中 因为开那个TURP 有没有 那个病人 我记得说 张胜有我们老师 每次都弄个球 给他拉得很紧 那病人又痛 因为什么拉紧 好像止血 对不对 怕出血 因为他进去里面 从尿道进去刮 所以变成那种传统技术 病人很痛苦 而且又受到事后的尿湿劲 跟新功能丧失 这些都比你的癌症来得痛苦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福音 为什么今天欧院长可以拍胸部的讲 他是独步全球的大师 听说欧院长你开了几千台刀销 大概三千台 所以我们欧院权 欧院长 他如果说他是第二 今天台湾没有人敢讲他第一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这里 给大家一个非常受用的技术 因为有解剖图 让大家了解 什么样的机器配合什么样的技术 才是你所要需求 所要找的一个地方 你其实这个疾病在老人很多 我每次到欧院长门诊 他已经对我很好 那其实其他医生 我们看知道 密尿外科叫老人科 对 所以都是年纪大的 所以社护腺回答跟社护腺癌 有一句话叫做 总有一天等到你 对 你总有一天 男性的都会有这个困扰 所以我想今天欧院长 对这个社护腺癌的这种 所有的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重要的叮咛 要跟 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重要的叮咛 跟观众朋友讲说 如果你有社护腺癌的情况 你有什么重要的建议跟叮咛 opponent salute 董事情 好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